适合家庭选项的中大型SUV 如果我们要找六人座 七人座 然后日式选项的话 我们今天来看的是Mazda的CX90 年终发表了 那注意到了动力规格 其实就是33T 单一选择 但是呢 它有三种车型 你可以选择Elite Premium 或是今天来的是六座的版本 更高阶 没错 其实Mazda在发表新世代的休旅车 我个人就还蛮期待的 那从CX60开始 那时候有跟终于姐一起去试驾 其实有感受到新世代Mazda 一直想要强调 他们要想要更往上走 走向一个更豪华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在试驾过这个CX90之后 我觉得我有改观 因为它所带来的感觉 是有点反差的感受 甚至我觉得有点这种 小小热血的一个驾驶 因为33T的关系吗 对 它的33T 在这台车上面其实更加活泼 但是我们先讲到一下 它的一些外形设计 我们今天的车子呢 它的水箱护照 也保留这个魂动之一的一个造型 那甚至在这个灯组的方面呢 可以看到这边 有点类似这种开眼头的设计 但是它是这种 该怎么讲 有点方向灯结合 类似这种呼吸灯 频率呢 有点类似于 那个人的心跳的一个感受 所以看起来是 当它在闪的时候 确实你觉得那个节奏 好像跟你就会对应上 对吧 这其实包含连尾灯它的闪的频率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类似一点点仿生的一个感受在里面 那同时在整个车头发现它的水箱护照 真的很大 很大气的感受 那对比到旁边这位 这个也是强调 水箱护照在这个部分进行琢磨的 其实水箱护照做大 其实会让你觉得这种有豪华 这种霸气的感受 那同时再加上 而且它车头又长 对 车头又长 但车头长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Mazda的情怀 Mazda的情怀 因为它必须容纳刚刚钟一姐讲到的 直六 直六引擎 那以Mazda来讲 我觉得它故意把车头坐长 一方面就是也类似这种长车头 类似这种GT的一个感受 那同时也要容纳这样的一个 比较大体积的引擎在其中 CX-90就车长来看 已经到5米1了 对 来到5米1 但因为说实话 车头这么长 我们等一下就真的要来检视一下 你保留给乘客 特别你还有三排 没错 大家能不能够享受到 舒适的空间 这个我觉得就是Mazda 上以来 你会有人会觉得说 它后座没有再特别跟你强调 有多宽敞多宽敞 但是我实用机能还是要有 没错没错 OK 那在车头部分 可以看到它就是有一些 直扎式的水箱護罩 那我要强调一下 它这次的车漆叫做降运红 那这个降运红 它其实是在底漆上面 又多加了一道黑色的底漆 那这个黑色底漆里面 包含了一些金属成分 那我们常常在试测的时候讲到说 透过光影的一些折线 会让你感觉到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它这样的一个金属的底漆 就是可以反射部分的一些光线 同时或者是吸收部分的光线 那反射的部分 会让它想让你呈现的 投射到你的眼中 让你观察到 所以透过光影的折射 带来不同的效果 是在于这里 因为Mazda一向以来 红 红在哪 金燕魂洞红 大家就经典 少数红还不扣价钱的 就Mazda家 但是说实话 金燕魂洞红 如果你放在这么大的尺码的身上 你可能会觉得 哇 它那个比较考验 可是教育洞 我觉得它就是比较沉稳一点的 气势 深邃的感觉 就会出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车侧配的框 它肯定尺码就要同步再放大 对 没错 21寸了吧 21寸 而且胎宽来到275 其实是超巨大的一个尺寸 但其实也呼应到 这也算是一个小彩蛋 就是呼应到它的一个价值感受 其实是更加sporty 更加运动化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在前面 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这个inline 6 明白 这可以说是Mazda的骄傲 就是他们研发出了一个 3.3升的一个 直六污轮增压引擎 然后有345匹的最大马力 还有轻油电的系统 那其实和之前我们 和综艺姐试驾的C60 其实马力部分就有差 大概差了60匹左右 所以在CX90上面 它甚至是把这个动力输出 调教的是更大 所以我们一开始预期就是对的 CX60在试车的时候 我们在想直六 你感觉可以炸更多马力 果然就要放在CX90上面 没想到它是在CX90上面 做到这件事情 那其实刚刚讲到 就是车漆或者是一些 光影的折射 其实从侧面的板筋 对 从侧面的板筋 其实是可以更容易观察到的 那其实如果和旁边这台X5 相比你会发现 BMW它很愿意去做出 肌肉线条 可以让你很直观感受到 它是很凶猛的 但是在Mazda上面 它是透过这些 很柔和的线条 再加上车漆的一些应用 让你去细细感受到 它的一些不同 但Lessis Moore 它还是有一些细节 特别是因为它想要向豪华靠拢 所以你看同样车厕这里 我杜哥做到 我这里就还有一个Mazda的 对 很愿意在细节上做一些功夫 对 那其实从内装部分 也可以观察到 它的一些细节上的呈现 来 阿远你要不要到这一侧来 到这一侧来 好 你看打开车门 首先看到什么 它这个暖棕色 暖沙色 对 它真的很漂亮 各位 我刚刚首先看很多的细节 光这个门片这里 先讲你要的这种 折扬帘 它一定有 这里的木纹 这里特别有意思 为什么呢 观众朋友 我们看到这里 它做一个小小的立体 但是我刚刚注意到了 请跟随我的步伐 来看一下前门的门片这里 它同样做了这个立体 为什么在这里 它要多更多呢 它这个立体 是为了要接续里面 冷气出风口的这个位置 所以它做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延展 刚刚我就觉得 Mazda在这个部分 它做的完全不输豪华品牌 这种营造 然后你看这种 几皮的材质 缝线 缝线又非常的细致 然后那种层次感 我觉得是女生 或者男生自己看了也喜欢吧 很喜欢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 这个暖沙中 其实是在Mazda 6 它20周年的纪念版车型上面 它运用 那时候觉得 哇塞 这个质感真的太好 没想到在690的 顶辉车型上面 又再次见到它 然后我们现在看 它座椅的本身 你看除了这种 几皮的材质之外 中间还有做一个 很明显的拉线 然后它椅子 整个看起来造型是漂亮的 没错 连中间 因为今天选的 已经是6人座了嘛 对 是最顶规的6座车型 对 所以中央一样 它会有杯架 好 我们来 请综艺姐来展示一下 它的后排的一个 乘坐的一个机能 好 那现在呢 调了第二排的座椅之后 我们是直接这样进出 对不对 这里有踏板 我发现了 宽度还蛮够的 然后 阿源来坐在第二排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两位同时 在二三排的话 空间感会怎么样 这个头部空间 大家看一下 对我来说 一个拳头又一个指头 阿源 你现在膝部空间留多少 目前大概还有 三个指头 到四个指头左右的距离 其实我觉得 你现在是对我比较好 因为我的膝部空间 比你大很多 你说你大概不到一个拳头 对不到一个拳头 但是你其实可以往后 因为我有两个拳头 是不是有点夸张 OK 因为我那时候在试驾的时候 其实我们去体验第三排 那个时候是大概两个 跟我生产差不多的男性 在后排 那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到的是 其实它的横向的宽度 其实还不错 如果有两个我坐在这里 肯定我的肩膀是不会碰到的 即使阿源来坐 我也觉得不会 至少不会有这种摩肩插种 这种很拥挤的感觉 对不会 横向是可以 对 纵向的部分 阿源现在因为他稍微坐比较前面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往后 我保留一个拳头多的空间 我觉得可以 当然 它免不了大腿支撑会没那么好 你的整个腿会比较悬空 稍微悬空一点 对对对 但是旁边这里包括了 Type-C的充电口 两个杯架 然后这里还有出风口 在我的腿部的位置 我觉得这些都还是蛮实用的 特别是因为我头部 没有很强的压迫感 我觉得这点还不错 即使我靠着头枕上面 这样子腿部靠着 我觉得可以 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 就是在上下车的动线 其实还可以 因为我在试驾有一些 比如说五家二人 坐的一个车型的时候 有的时候以我的身高 在上车的时候 我背容易撞到上面这个坎 可是它没有 对在这台车上面 那个时候我记得上车的时候 还算是蛮顺畅的 是是 动线是OK的 对然后注意一下 就是刚刚我所踩的这个位置 对 我觉得它有留 让你的脚踩的地方 还蛮止滑的 这已经蛮重要 二方面是注意一下 它的车门是全包覆的 所以如果外面啊下雨什么的 它不至于把你整个裤管都弄脏 裤管都弄脏弄脏 这个真的要考虑大家 平常上下的这种简洁跟方便 好车尾我们看到尾灯 造型就是很简洁 但是很好辨识 对在中介以上的话 就是LED的灯组 那其实我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还是很很饱满的一个感觉 然后再加上这个车色 那我觉得是很厚实的感觉 在最下部分的地方呢 也有一些 类似镀铬四条的点缀 那休旅车很重要的当然就是 它的一些空间技能 我们看一下它的形象 空间表现部分 那还有电动起闭的尾门 那在一般的重要之下 就是当第三排的座椅立起的时候 它有257公升的空间容积表现 但其实因为是休旅车 所以它的空间机能也相当不错 变化很多 所以如果我们把 不需要用到第三排的时候 可以把它稍微收容 它会制度收头枕 对 还算平整吗 对还算平整 而且如果你把 就连第二排都整个倒屏 它可以创造出 2025公升的一个空间容积表现 而且整个平整性的效果 也相当不错 不过它下方因为有一些 就是你的这个工具等等 所以它就没有太多 额外置物空间了 没错没错 然后有两个这种简单的挂钩 让大家使用 接下来我们进车 好我们来看一下 MASA CX-90它的使用者界面 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 触控萤幕才是最直觉的话 那你要适应一下 它是使用旋钮 对因为它还是保留 就是它先前一贯的设计 就是使用旋钮和按键来操纵中央 这组12.3寸的萤幕 当然你也可以去使用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但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触控萤幕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MASA的设计 你可能还是要稍加适应一下 当然他们做这样的设计有他们的理由 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呈现方式 但我觉得面对消费者的一些声音 他们可能还是要稍微对吸收一下采纳一下 或许会让这个用车的一个过程会变得更加顺畅 因为它几大项是很清楚啦 你大概学一下也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逻辑 但确实跟现在主流的界面来说 它是比较不同的设定 对 然后这里也保留了一些实体按键 没错 有通风椅 然后这个可能在台湾就是相对实用的功能 是没错 MASA真的是一个保留这种情怀的一个车厂 其实现在大家都尽可能把按键做扫 或是整合在这个萤幕里面 但是他们其实也有强调 他们尽可能去保留一些实体的按键 那包含这个冷气的出风的一些调整 冷度 或是刚刚终于杰讲到这个通风座椅 都有保留下来 那我觉得最棒的就是音量按键 对 有保留实体的 音量其实我是建议要有实体 对 就是更方便一点 更直觉 有时候那一下太大声 赶快把它转掉 赶快把它变小声 好那你前方的萤幕镜面 前方的萤幕一样也是12.3寸 然后它有做出 它的整个外框并不是全然的一个长方形 它有做出一些类似这种三环表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造型上来讲其实还是蛮好看的 那保有这种Mazda很细腻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它一些 我们常常讲说Mazda是内装的魔术师 所以包含整个方向盘的材质应用 或是刚刚提到这些暖沙中的配色 我觉得都是相当舒适的 那还有一点我想要强调就是 Mazda它这次做了一个CX90 它特地的强调说它的变速箱都是自己研发 原因是因为它想要把这个传动轴稍微收拢一点 然后让中间中传这个造型不要太过于突出 或者是更加对称一点 也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这样解读 就是它对于驾驶者的一些坐姿 那或者是驾驶者的一些操纵的界面上来讲 它是相当讲究的 Mazda就是一间有情怀的车厂 我相信多数人都会认同 虽然你可能定义它是小厂 但我觉得它对于它想做的事 它坚持的事 不管外面大家的评论怎样 我觉得它们都还蛮始终如一的 尤其在试驾这台车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点 原本是不抱太高的期待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七人座的车型 通常就是坐舒服就好 但是它把这一具3.3T的调校到345片 但是还是强调一下 它并不是要让你做激烈操架 因为你激烈操架的话 恐怕有些设定上它还不是那么适合 它的物理上终究上来讲是七人座的车 但是它所给予你的一些动力上的回馈 好比说你仲裁油门的时候 它的直流引擎所带来一些声浪反应 你是喜欢的 或者是你在收油门的时候 你会微微听到一些泄压的声音 在这台七人座的豪华修雨车上面 竟然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好的 谢谢阿源的分享 等一下我们再来聊 因为我们看到了CX90毕竟也到了两百多万这样的价位了 但是如果一般家里我们真的都在抓百万的预算 百万多一点 也要买中大型的选项 有哪些可能 稍叙了 2024购车风向球大调查 台湾有四成六的人拥有汽车 你知道台湾人平均花多少钱买车吗 地球王金线西手TVBS民调中心 推出2024购车风向球报导 有完整消费习惯分析 还有购车攻略 电动车第一手资讯 看民调还有汽车品牌好礼可以拿 你还在等什么 赶快上地球王金线网站 看购车风向球 地球王金线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是树立像 我们现在四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油门 地球王金线邀您一起上线